歡迎大家收看拍車男馬 今天就不和大家試車 和大家開箱和實測 3M 的新風氣清新機 而且 3M 會送出兩個給大家 所以這條影片大家記得看到最後 因為我會在最後說一條問題給大家 事不宜遲,立刻開箱 這時候當然和大家作個開箱 看看裡面有甚麼 箱中有箱 這是另一個箱子,再看一看 兩份說明書,一份中文一份英文 就是長方形的 之後是一塊軟膠墊,上面有粒粒紋 之後當然到我們最主要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空氣精神機 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有橢圓形,純白色 手感也不錯,而且並不太重 好,之後就是一個供電煙插的位置 煙插頭線 還有一條吊帶繩 就是這麼多了,立即和大家實試一下 這部空氣精神機,提積輕巧的色 更加可以掛起椅背 怎樣做呢?很簡單 機背這兩個位置是用來將尼龍帶套上去 然後就像畫面一樣放好位置 扣上好之後再接駁12伏特的電源就完成了 官方影片介紹功能的時候 就說其中一個功能就是智能探測空氣品質 實際運作又是怎樣的呢? 其實啟動空氣精神機之後 它會自動偵測到空氣的狀況 然後正如畫面所見,紅色就是最差 等了2.30 秒左右就會變成黃色,即是一般 之後再等多2分鐘左右就會變成綠色,即是最好 我的車就是Honda Jazz 車籠不大,但就給各位參考了 我想SUV 或七人 MPV 的空氣過濾時間相差不會太多 而且大家亦都很關心可以過濾到些甚麼 官方的宣傳片已經很仔細地說了 它是用四心的過濾技術,過濾到異味 PM2.5 微粒、甲醛、VOC、灰塵、還有頭髮、寵物皮舌 至於更換濾芯亦都很簡單 輕輕按一下機面就可以打開它,便會見到濾芯 只要拆開它出來便可以更換 最後就是寧靜度 風扇聲有多大聲呢?實測一下 3 個風速都已經測試過了 大約是3 個風速都已經測試過了 即是約50 上下,與官方的55 分配較接近 55 分配其實與電視機的聲浪是差不多 所以對行車的寧靜環境不會影響太大 好,相機就和大家開完 就到問題的時間了 問題是甚麼呢? 問題是剛才提及這部機的四大優點是甚麼呢? 知道答案的朋友,立即到我們拍車男的Facebook 就inbox我們 直至日期會在一個星期後,即是4月13日晚上11時59分 而公佈的得獎名單,稍後時間會在Facebook及YouTube公佈